接下来就是说 我透过沙手逢慢慢将自己的改变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的内在的信心 然后就开始开放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我找回自己的梦想 在找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动力 你会用准一个方法去完成你的梦想 在寻回这个梦想的时候 你会学到感恩 虽然自己曾经有个抑郁 但是其实我会很感谢曾经 天赋给一个这样的经验 因为我从来都会 以前会觉得我骂得最多的其实是上帝 因为我为何你要给一个这么艰难的日子 我过呢 但是反过来在这个moment我就会去找 那就是原来每一样事情的背后是有个原因 当你找到这个原因之后 其实你会发觉 这个只不过考验 你过了 你会看回后 其实这个经验是可以帮到你 成就你 和令你去成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去感恩 现在是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 不要以为 我是有 好的我当然会喜欢 但其实不好的 其实我也会觉得是 我要拥抱他的 因为 我知道这个 这个困难 其实是 上帝给我最好的方案 是 如何去面对 这个是 我可以控制到的 然后就是 到最后就是 我希望 我是很想用我的经历 就是我找到的原因就是 咦 Saxofo 还有我的经历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东西呢 所以在 上年的12月 那我就跟 事件局 提出 我可以做一个 一个情绪健康的音乐分享会 那时候呢 我亦都没有认识 但是一个 因为 我想 Covering法则 让我们三个party 一起变成 就是去做就今天 今天事 到最后呢 就是我想 送一首歌给大家 是最后一首 就是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其实这首歌呢 就是送给我的梦想 我想说就是 就是 不是只是梦想的 就是我的经历 我的梦想 还有将来的自己 其实你是 很美 我会是发掘你 最美的一面 下来大家 sini You are so beautiful 大家 masculine 我每次天 uz oben stationary 冰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